很多人一直觉得火星才是目前最适合人类居住的星球,因为在他们看来,我们已经没有了很多的选择,火星距离我们很近,环境相对其他的行星来说也不算太恶劣,但是随着探测器发回来的数据来看,火星可能要被抛弃了,这颗不起眼的卫星将会成为人类的最佳选择。 这颗卫星就是土星上的卫星,土卫柔,首先我们来说一下什么样的星球,才能达到人类生存的最低条件,水和氧气必不可少,要享有这些就必须要有足够厚度的大气层,而土卫柔的大气层相对于地球之外,在行星都要浓厚。 这也引起了很多科学家的兴趣,纷纷开始探测这颗卫星,令人惊讶的结果出现了,土卫柔的大气层厚度可能比地球的还要厚,最起码足够成为一个合格的大气层,这个消息令人高兴。 随着研究的深入,土卫柔上发现了充足的水资源,其所蕴含的水资源可能超过的地球的总量,要知道土卫柔仅仅是科卫星,如此之多的水资源是生物生存的保障。 即便得到了如此多的资料,科学家也依然不得不暂时地搁置这个计划,因为如今的航空科技还不足以支撑如此支援的探测,即便有了也需要花费很长的时间来侦测,我们只能通过太空望远镜来侦测这颗卫星。 不过相对于这颗遥远的星球,目前科学家们对于火星的观察依然没有减少,因为如果能在火星上发现任何生物的痕迹,那么始终火星将会成为人类的第一选择。 如果火星上真的没有任何生命存在的痕迹的话,那么它可能就要被无情地抛弃,吐味柔将成为人类的唯一选择了。 不管怎样,希望能在未来发现更多的适合人类移民的地方吧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